其实刚才大海讲得不错 就是说从用笔的方法来看的话 实际上颜真轻的变化更多一些 那么从字的结构上来说的话 颜真轻的变化也相对更多一些 那么在这里面这个类似性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类似性的话 无论是用笔的方法 或者是截字的方法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说 尽量往这个方向在靠 但是还是有区别 当然你完全靠拢的话 那就没有自己了 那么这里也不是咱们要追求的东西 那么用笔的那些方法的话 实际上像这个的话就是说 像这样写行书的话 那么实际上在颜真轻以前 是基本上是没有的 那么像这个字的这个大小 刚才也讲到这个大小问题 这里面这个大小的板差的话 其实也蛮大的 因为字在这么大 下面的山水 就是很小的 那么栏子也写得非常非常大 然后后面七月十六时 那么就都是很小的 那么这个共同性的话 还有一点的话就是用笔的话 如果是咱们把这个跟九花贴来比的话 那么跟九花贴有很多接近的地方 那么就是像一些奇笔的地方 咱们刚才讲的 像这个的话 实际上跟九花贴有一些奇笔的方法是一样的 像宝盖陀的话也是差不多的 那么有很多 但是在这个地方的话 它就更加像明年轻的这个方向靠的 那么就是说又比更加圆论 就是基本上这个 这个虽然它有很多地方 它是尖着这个柄落下去的 但是看不出来它是那种 就是基本上这种感觉 就是一个圆糊糊的感觉 那么一个小胖子的感觉 那么咱们再 还有一个就是 哎 说 这个为什么会说它好呢 你觉得好像看起来又很乱 然后字的结构感觉也不好看 然后用笔又很随意 这个的话就是说 用笔随意的话 这个是观察不够仔细 这个用笔不是很随意 用笔看的话 这个用笔的话 有很多的细节在里面 不是那么太 不是很容易写到这个程度 那么这个看的乱 这个是对的 讲的是对的 那么这个乱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吧 这个乱的话 那么咱们写楷书写惯了 咱们总是一个格子里面一个字 那么这是排队 站队 那么咱们上次讲到米夫 讲这个唐代人写这个楷书是怎么样 我们叫一笔书安排费工 那么就是说 但是我们是讲到这个行书之后 那么这个是就是说到唐末的话 那么就是说这个在思维上 那么有一个巨大的转换 那么就是说要摒弃这种严格的这么一种笔法 那么就开始有一种新的这么一种体式 这种新的体式是怎么样 那么这个是实际上咱们要把它归纳的话 这个还是在楷书或行书当中 中间的一些变换 那么它这个规律在哪里 咱们来可以稍微讲一下 那么我们先看这第一行画画画画写下来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太多说的 那么有些细节咱们现在先不讲 那么我们看第二行它写下来就很多讲究了 那么一个是这个夹这儿 那么这个这儿比较小 那么这个稍微大一些 那么这个懒着往里面有点盘胀 那么就这儿它就收缩了一些 那么这个船的这个缺口 正好对着它这一横伸出来的地方 那么这个这个炉这儿 那么一个就打出来 然后到这个地方的话 你如果是把这一块接出来的话 那么这就基本上是一个这样子 那么中间的这个穿插壁让 大家都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书这个地方出来之后 那么它这个燃着一顶 它点在它的空这个地方 那么还有这个耗这儿 那么跟上下这儿的这个结合 你看这个地方 但是这一点上去 然后这个的话 到它这个上面 这个就是空里面去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它没有去填这儿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就可能过来了 所以它把这个里面空都出来 那么就造成这么一些穿插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说咱们在最开始的时候 不理解它的时候 那么认为它是乱 那么咱们去仔细去分析它之后 那么它有一定的逻辑在里面 那么在这个是 就是咱们以后写行书的时候 讲这个章法 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基础的这么一个 一个方法 一个处理的方法 或者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理解 我抓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行书 是不是说 第一眼看上去好像是比较疗憨 但是仔细看的话 能看出 看出的意义 就是那样的 有的 那么这个并不是每一件作品都是这样 但是就是说你如果是仔细去分析它的笔法的话 这个如果是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贴和这个这个 它的九花贴一块淋 淋了之后你会发现其中笔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笔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这个处理方法也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咱们也可以一个字一个字的领域 那么咱们现在写楷书的时候是写一点 然后要照顾其他的点的话 那么咱们写行书的时候就是写一个字 要照顾到其他的字 那么咱们经常讲的就是说这个写字的时候 你第一个字写下去 那么你这整个这一幅字的话 那么就基本上就定调了 那么就是这个原因 你写完第一个字第二个字的话 你就要考虑到它跟第一个字的关系 那么第三个字要考虑到跟第二个字的关系 那么你一行写完之后 就要考虑到第二行和第一行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个跟楷书中一点一话的 这个中间的这个关系是一样的 还有问题没有 我就觉得这个写楷书经常讲 就是说那个章法不仅仅是 字的那个每一个字 而且还讲究章法 这个章法就是说不仅仅 因为第一开始理解章法 好像就是说行书的话 就是气串通气的这种的 很多是就是最浮浅 最表面层次的理解这个气串的话 气冠的话是就是连带笔 那这个实际上它很少就是底部的几个字 几行它会有一个连带笔 但是刚才老师讲的 它这个章法每个字的排列 这个就是把整体的这个行书体现 我觉得这特别奇妙 对这个理解非常正确 就是刚才我没有讲到的话 就是说咱们在写楷书的时候 也要考虑到这个点画之间的这种灌气 这种灌气的话 上次我是跟前一专门讲过 那么很多动作的话 你在纸上看不到 你在做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是要做出来的 那么咱们待会还可以再讲 那么这个刚才李勇讲的就是说 咱们这个章法的话实际上是两部分 两部分 一个就是说你这个点画之间的灌气 那么就是有些连笔 那么就是连笔和笔式的相接 这个笔式的相接的话 不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条件 那么有些章法的一个重要成分 就是字和字之间的这个排列关系 那么这个就相对复杂一些 但是你一旦理解这个原理之后 去照着它做的话 那么也不是特别复杂 好 还有问题没有 我觉得挺amazing的 这个在写的时候会想到这么多 如果说比如说看书教训 那它毕竟是怀速和尚 花这么多年在那看 在那笔 把这个字搁在那去表现出这个章法来 但是如果真正就是一个书法家 这么写出来的时候 就是很自然的表现出来 对 这个就是不断的练习 这就是不断的练习 练习之后就成为一种自然反应 老师我是想问 如果我们要是假如写行书的话 就一开始开始入手的话 怎么才能判断出来的哪笔怎么连起来 就我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 我写的那个蓝星星写了两束行门 写不下去就是不知道哪笔怎么连 这个慢慢的理解 慢慢理解 这个它是有一定的笔顺 有一定的笔顺 对 这个要慢慢去理解 慢慢去认识 是不是就看得多了 然后觉得好 看得多写得多了就好了 而且有些时候的话 它这个方法不是一定的 那么也是有些变化的 就是同一个字会有不同的笔 比如是不同人会有不同的写 对 会的 好 如果没有问题 咱们就在最后一个比较 我们谢谢你 那么这个 这几件作品咱们都讲过了 那么这个神前起居法 那么这个是怀树的苦笋帖 那么这个是传为张旭的 这个杜统帖 那么这个古人的这个描述的话 王王总有意思 那么如果是咱们来看 这个他们描述这个 这个杨宁寺的话 那么再讲它 见壁上光洁可爱 及其居故事 赤若发狂 心彼挥杀 且阴且疏 离遇神会 书其彼 禁方霸 那么朝旭 挥一笔 而大叫 头晕水 莫中而疏之 那么当时 他们头发的比较长嘛 就是说就是把头发解散了 在这个墨里面 不知道 那么怀树呢 怀树这个是人家请他到家里面去写的 忽然天教三五生 满臂纵横千万之 大叫一声齐朗臂 这个辉豪束缚千万之 就是这个动作 那么这中间有很多这个类似性 那么写出来这个结果的话 还是稍微有些不一样 那么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意见 看看 这个字都不认识是吧 就大概就讲一下感受吧 那么现在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是咱们看到这三个字 那么咱们要给这三个人归类的话 谁是艺术家 谁不是艺术家 那么谁是这个一般的文人 谁不是文人 那么稍微归下来 文人 文人 普通文人就是写着写着玩的 文人是艺术家 右边这个是什么 文人 文人 老师 老师您写的那个犬子 我跟您大挺像的 这个就是个大字 我已经有一次您写过一个犬子 跟那个 好 那么基本上这个高原讲的这个想法 这个基本上是对的 那么如果是咱们回头去看历史的话 这两个人的话 怀树就是一个和尚 和尚的话 大概一辈子就是写字 那么他最有名的故事的话 他是在那个和尚院里面 种了大概几千克树的 几千克这个芭蕉 那个芭蕉叶子大 他就在这个芭蕉叶上写 写了大概有十年 然后把这个字写成了 那么这个传说呢 芭蕉叶那么滑 没法写字 你墨一上去的话 这就没了 那么这个张旭的话 这个是在唐代的话 实际上所有的这个书法家里面 他是做官做得相对比较小的 那么这个传说也是说 他这个除了写字写得好 其他也没有什么建树 那么这个是根本就没当过官的 那么这个的话 是做官做得相当大的 那么实在政治上是有一些 有一些见识吧 那么也是属于一个朝代 他都是不倒屋嘛 那么这个就是说 那边两个的话 基本上就必须是认为 他们就是说这个 这个中国第一批的职业书法家 那么这个的话 实际上还是一个业余写字的 一个大官 那么这个是 今天是看得出来的 那么要说这个笔法的话 那么当这两个的话 可能就稍微就不太一样 那么看这个神情的话 不把写字当怎么回事 就在那里弄着玩 咱们要追求哪个 玩儿啊 咱们要追求玩儿啊 对 在追求玩儿的时候 那么也要学会像他们这样 发发狂啊 就得叫 咱们至少已经有唱的 那么今天还有问题没有 没有的话 咱们就 好 小妹 多有问题 这上面的好多字 我们都不认识 那你写字的时候 你怎么写呢 你变成不是画画了吗 我有的时候就感觉 不是的字 我就像画画了呀 它比我也那么一片 那你这样画画的话 你就没办法把我们画连换进来 因为你的上面字都不是的 那么这个是有两个问题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有两个隐含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 咱们不认识字怎么办 那么这要学习去认识 这是第一点 第二就是画画 写字 跟这个画画有什么区别 咱们中国古代人讲的话 这个叫 叫什么 书 从画出书画同源 书画同源 那么我原来有个计划 准备给大家讲 这个书法美学方面 书法理论方面 基本上没怎么讲 但是稍微附带了一些 那么如果是咱们还回头还记得 以前讲张旭的事是怎么讲的 那么他是就是说把他眼睛看到的所有的东西 什么山川草木 什么花石 这个雷霆战斗之类的 他都是融合到他的书法当中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也在画画 那么他就画画的这个素材的话 是这个汉战 那么他这个 而不是一个直接的这么一个具象的 这么一个画 而是一个非常抽象 这个抽象的话 究竟是什么意思 咱们不是很容易讲得清楚 那么你讲他说是画画 那么这个也是对的 那么这个也是对的 那么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那么就是说咱们看这个的时候 往往的话也要看它 作为一个绘画作品 咱们怎么来理解它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实际上的话 如果是咱们对西方绘画 是有些理解的话 那么也是一个 西方绘画史的话 也是有这么一个趋势 刚开始的话 画一个人像一个人 后来到了毕加索 他画的怎么样了 现在是几何派 后来立体派 越来越不像人了 那么他画的是什么 那么是他画的对人的理解 他把这个人的这个 各个的不同的这个成分 那么这个手 这个头鼻子眼 那么他就分解成 各个独立的单位 那么最开始的话 只是一种一种几何的 这么一个结构的相互组成 然后的话又把自己的感受 再提高 升华成自己的感受 那么就就就就按照 他自己的感受 就加于各种各样的变形 那么这个这个实际上 就是朝这个书法 这个方向来发展 大家还有问题没有 我不是问题 我就是说了 他满常 这个李小妹问的问题 我觉得如果我们从头开始 解这个的话 那我就会去查一下 这个书法 对 查书法这点查不出来 这个话就是说 这个大家手上都有那个 我上次推荐的那个方老师的书 是吧 那么大家的话就是说 可以有两本书 一个是怎么样零贴 那个的话大家有空看 先不用看 其实那个大家都有在 那么字为什么美 那么先看那一本 那么里面的话 他就是说把这个经典的 这些作品好在哪 他都有一些解释 那么这个解释 不是唯一的解释 但是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他把很多这些 书法史上很重要的作品 列在一起了 然后大家可以从 以这个为线索 慢慢去学习 去学习理解这些作品 那么这些作品的话 就是说大部分的话 你如果是把这个 这个他说的这个贴名 你如果是在 在Google上search一下 那么这些所有的试文 都会出来 那么你就可以跟着它 来认识它这个文字 比如像这个贴的话 也都是有的 这个试文 那么我也认不全 那么这个试文 就是说这是一个方法 那么如果要写的时候 那么你可以去查字典 网上也有字典 打进去书法字典 那么这个争吵 转力都会有的 还有什么 我以前是看到一本 叫《草劫百云歌》 我觉得那个对学草书很有用 对对对 那个是 那个解释 对那个《草劫百云歌》 这个应该现在也有出版的 应该有出版的 那个是明代人作的 但是就是说比较好 好大家没有问题的话 咱们就休息一下 下堂课的话 咱们争取写大证 写言真心